一只河马闯入狮群的领地,本以为狮群不敢攻击自己,没想到却遭到七八只狮子的围攻,自己反而陷入危机。 只见狮子们肆无忌惮地攻击河马的后部,有的甚至爬上河马的背部,有的撕咬河马的皮肤。 虽然狮子不停地撕咬河马,却并没起到很好的效果。 虽然皮肤表面已经被狮群咬得伤痕累累,但是对于河马来说却没有造成致命性伤害。 即使狮群在不断围攻,河马也依然能够行走自如。 这主要是河马皮操肉厚,能起到防御作用。 即使是要合力很强的狮子,也不能轻易咬穿。 而且河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,体重可达三吨左右。 攻击力极强,就算同样强壮的犀牛,在面对河马的时候,也会被河马那张血盆大口所吓退。 就连水中霸主的鳄鱼也像玩具一样地被河马玩来玩去。 可谓是十分的悲惨。 河马不仅凶悍,而且还很爱多管闲事。 一群野狗正在捕食一只羚羊,这时河马突然冲了上来,野狗们被吓得赶紧松口,四散而逃。 这天他就遇上了一群硬查。 一只河马在一群狮子的撕咬下显得十分痛苦。 看来河马这次是玩脱了,被一群狮子围攻,而且狮子很了解对手,没有从河马的正面攻击。 因为河马的獠牙是致命的武器,一口就能杀死一头狮子,所以狮子要尽量避开在河马的正面出现,从河马的屁股后方进攻。 虽然河马皮操肉厚,但狮群也是比较讲究策略的。 既然无法直接猎杀,那就轮番上阵攻击,不停地消耗河马的体力,直到河马精疲力尽。 果然狮群的策略是有效的。 经过狮群轮番上阵,河马不停地被消耗,河马开始吃不消。 没过多久,河马就累地倒在了地上。 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后狮子有没有猎杀河马,但是从狮群的策略上来看,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。 大家觉得狮子能捕杀河马吗?欢迎您在下方评论留言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我是老谭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麻烦您长按点赞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再见。